吴宗憲与老婆张薇薇结婚30多年 两人育有4名子女 但吴宗憲向来对家庭抱持低调态度 鲜少看到她跟老婆同框 也少在媒体前露面 前几天是母亲节 吴宗憲的4个儿女齐聚一堂过节 拥有高颜值的三女儿奥利维亚 就贴出一张与妈妈张薇薇的合照 年过60岁的她依旧保养得宜 自带优雅温柔的气质 近况让人惊艳 奥利维亚特地与手足们准备漂亮的蛋糕 搭配上有仪式感的蜡烛 要妈妈许愿后将蜡烛吹熄 奥利维亚不忘买了一束花送给张薇薇 希望她永保如花般的美貌 母女俩一起自拍留念 张薇薇跟上潮流 将手放在脸颊上 做出脸颊爱心的动作 眼睛也炯炯有神 气色好到惊人 完全看不出已经60岁 果真像有心生 此外 奥利维亚也晒出 大姐吴珊如儿子小初一 与二姐吴泽涵女儿 新妹妹的嫩腿合照 再度升格为阿姨的她 相当开心 吴珊如事后转发小妹的现实动态 写下相见欢三字 一家人趁着母亲节聚会 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 令人呈现 超强新人Milsa在综艺大热门节目 被综艺大哥吴宗宪发掘 秘密培训三年后 在去年12月推出首张同名专辑Milsa 他感恩献哥就像爸爸一样 对待自己一路提携 献哥更曾对他表示 爸爸就希望有一个女儿像你一样 有天使般的歌声 你两个月大的时候就没有父亲的爱 但不用害怕 老天爷就把你交给我了 让他当场泪崩 不少艺人都坦言 演艺圈要赚钱不难 但钱来得快 花得也快 演艺事业也不见得能一直一帆逢顺 因此关键是守得住钱 不少艺人选择投资副业 但没亏钱的是少数 综艺天王吴宗宪就是一例 县哥二十多年来 靠本业加上副业赚了不少 他另有一项投资就是买房地产 台北市的精华地段几乎都有他的房子 逛内湖区行善路 吴宗宪就买了十户 而他眼光非常精准 手上的房产早翻了数倍 彩礼惊人 吴宗宪投资副业相当出名 众人皆知他花了数年经营LED事业 但最赚钱的其实是餐饮业 县哥当年是台湾第一个 引进茶餐厅的人 直到后来 女儿Sandy要出国念书 她才将经营权让出给别人 之后陆续又做了行李箱 吸尘器 果胶等 吸金有数 而他赚到钱之后就会拿来制产 吴宗宪在2015年用三亿现金 买了信义区一户豪宅 2019年用8000万标下信义区 楼中楼法派屋 传出多游大女儿结洽 是要给他做工作室 之后又传看中大安区另一间指标豪宅 跟张震 周渔民当邻居 这户负责人则是二女儿吴泽涵 县哥曾接受新闻云访问 自豪眼光精准 20多年前就看准东区房价潜力 砸上千万买了300瓶店面 如今已涨到四五亿 目前是让Sandy开咖啡厅 也说在北市淡黄区都有制产 光是这条街上应该就有十户 如今这地段房价一瓶约50万 假设一户60瓶计算 十户也要花个三亿 但吴宗宪对此态度低调 说这些钱都是他多赚的 目前手上有三个人气节目 年收入粗估7000万 也持续发展副业 还透露小时候父母帮他算命格 说他一生不愁吃穿 他直呼有够准 因为他一辈子都很忙碌 劳碌命 永远停不下来 最苦恼是希望子女不要吃苦 但又不想他们因为老爸有点浅 过得太放松 心情矛盾 有着综艺天王之名的吴宗宪 拥有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他们有着同一个父亲 却有着不尽相同的待遇 吴宗宪的儿子吴瑞轩 自从从国外留学回来之后 真的不让人省心 就在前几年 吴宗宪的儿子在酒吧外面 做了非常过分的事情 直接被抓进了警局 如果不是吴宗宪拿了10万块钱 做保释的话 估计他的儿子还得在里面 等一段时间 根本不像现在这样 继续潇洒快活 搞笑的是 在第一时间知道自己儿子 做错事之后 吴宗宪一直在疯狂批评 并且表示 应该对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进行最严厉的处罚 结果这边刚刚批评完 另一边 吴宗宪就立马拿出了10万台币 把儿子给保释出来了 真的是一刻钟都不愿意 让儿子在里面受苦 时时刻刻为吴瑞轩擦屁股 吴宗宪的大女儿叫吴珊如 今年32岁 是一位主持人 偶尔也会演演戏 她是吴宗宪四个孩子中 唯一一个留在娱乐圈发展的 吴宗宪的大女儿很能干 不仅考入了国外的名牌大学 还曾经一边读书 一边打工挣钱 还要照顾自己的妹妹 工作后 在做主持的同时 她也会去兼职托福的私人家教 因此吴宗宪很看好她的大女儿 几乎把自己手头所有的好资源 都给了大女儿 她还曾和大女儿一起主持过综艺节目 小明星大跟班 大女儿有什么想法 吴宗宪都会无条件支持 可以看得出 大女儿是吴宗宪的骄傲 当在吴宗宪大女儿吴珊如出嫁的好日子 吴宗宪作为综艺一哥 在台湾娱乐圈里的人脉广 地位高 这场婚礼的豪华程度也非同一般 婚礼当天 前来祝贺的明星简直堪比红探 现场众星云集 星光璀璨 而每个来参加婚礼的宾客 都一定会走到礼金桌前送上大红包 因为人数众多 红包礼金的数额巨大 记者甚至在现场发现了点钞机 吴宗宪宪光是在婚礼现场收到的礼金 就近600万新台币 尽管收入颇风 但为了让女儿风光出嫁 吴宗宪的花销也不小 婚礼当天 吴珊如身穿长达2米5的洁白主婚纱 唯美动人 而她的鸽子弹大钻戒更是大有来头 除此之外 婚礼的开销还包括布景 花艺 拍摄 现场游戏等等 有台媒估算 整场婚礼的花费约300万新台币 再加上婚纱 珠宝这些 肯定超过了百万元 至于婚礼是否回本 吴宗宪在受访时回答 我真的不知道收了多少礼金 这场婚礼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我不在乎 也无所谓 宾客开心最重要 可见吴宗宪为女儿的豪华婚礼 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吴宗宪的二女儿叫吴泽涵 今年29岁 虽然没进娱乐圈 但却是吴宗宪事业上的好帮手 二女儿也毕业于国外的名牌大学 毕业后就在吴宗宪的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吴宗宪也很喜欢自己的二女儿 觉得二女儿跟大女儿一样优秀 因此她一直在无条件地满足 二女儿在物质上的要求 二女儿从国外学习回国后 吴宗宪就把二女儿的房子和车子都置办好了 她的二女儿结婚时 她还为女儿包了两架飞机 可以让女儿开心地飞到海岛去举行婚礼 女儿出嫁时 她还为女儿选了一枚价值6000多万的戒指 真的把女儿宠上了天 相比起吴宗宪对大女儿和二女儿高调的爱 吴宗宪对自己小女儿就爱得比较低调了 她很少让小女儿暴露在人前 关于小女儿的消息 大家也知之甚少 这大概就是吴宗宪对小女儿的一种保护 想让她更无忧无虑地成长 台媒报道 吴宗宪在节目中曝光了自己的遗产分配 这条消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吴宗宪在小明星大跟班的节目录制现场时候 谈到了家中有多个孩子的家庭的遗产分配问题 吴宗宪说 嘉宾家里只有一个儿子 不用担心遗产上的分配 可没曾想 嘉宾回了他一句 以后你不也得留给你儿子 而在这番情形下 吴宗宪才说出来那句 他的遗产都归女儿所有 还刻意强调了一下 女人不好惹 网友说 可能在那番情境下 吴宗宪不得不用这种话来为自己圆唱 要不然不知道他会有多么的尴尬 可能真的只是说着无心 听着有意吧 作为父亲 而这样的想法 也是在激励自己的儿子 闯出一番事业 但是现在有了不好的名声 事业上有很大的阻碍 而遗产的分配也可能是气化 当然具体还是他们家的家事 也要看他怎么分了 毕竟这四个孩子 手心手背都是肉 作为亲生父亲的吴宗宪 自然是不会亏待了他们 也要先进行的 或者缴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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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